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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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又是粉底的評論 大家應該會見過 在Sephora的購物品牌買的 這枝Makeup Forever Reboot Foundation 很多人對她的印象非常好 對她的評價也很高分 在講用後感之前 一樣會展示給大家看 它的質地 上妝效果 遮瑕度等等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這枝Reboot Foundation 我在Sephora買$380 有30ml 我買的色號是Y245 裡面是做了這個封頭 我通常用兩泵 是比較流質的 你看到它流得都算快 一樣拉近給大家看看 我的皮膚狀況 其實也是有微絲血罐 毛孔不是太大問題 黑眼圈超級無敵 然後這邊有一個暗瘡印 也沒什麼特別的了 你看到上了上去 是非常之好 延伸很好推的 我們試試用一個Cushion 拍一拍開它 眼底再多一點 看看可否遮到一點點黑眼圈 好啊 你們會看到 這個是上了半邊面的效果 這邊是未上的 它的光澤感其實是挺漂亮的 它有一點水波的感覺 但不會太強勁的 我用了兩泵 其實是剛剛好上到一份面 它的用量也不算很節省 但我又不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大家應該都很少用一支粉底 所以用量大也可以 你看到如果沒有上到兩層 在眼那邊 是完全遮不到我的眼圈 上臉的時候 你感覺上是非常非常輕透 就好像真的完全沒有上粉底一樣 一點都不會覺得乾 不會覺得蠻緊的 以一個遮瑕度來說 如果剛才鼻旁這個胸 其實是遮到三成左右 大家看到我的黑眼圈都非常明顯 其實我上了大約三層 但都是大約遮了四成一半左右的黑眼圈 所以它的遮瑕度對我來說 相對性是一個中低的 不可以說它沒有 它遮一些比較紅的眉絲血管 或者一些膚色不均勻是做得非常好 但如果你說有更多的瑕疵去遮瑕 譬如是抖印 或者是黑眼圈 或者是一些很深的斑 我覺得它就未必做得到 要另外加遮瑕膏 我很近很近的給大家看看 妝感的話 你看到它是很貼薄的 完全不覺得有一層粉在上面 不會浮的 不會滑的 好 我現在嘗了妝大約15分鐘左右 你會看到這些光全部都是黑眼圈 不再是粉底的光線 但你可以看到旁邊這裏 我是沒有想碎粉的 碎粉只是想在眼下的部分 那這裏呢 你現在摸下去 其實還有一點粉底的感覺 它不是完全那種粉霧 我自己買這支粉底的原因 除了因為MAKE UP FOREVER 它本身底妝都非常出名 而且這支最近都蠻熱的 另外其實我自己不是說 一看到就衝過去買的 我是想過臉試了 然後覺得妝感非常好 然後第三次再經過的時候 才是真正入手的 它聲稱可以做到提亮效果 我覺得剛剛上粉底的時候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 可以令到皮膚感覺很細滑 現在也是覺得的 第三 可以做到緊緻 我也看到Youtuber分享過 它做到小眼的效果 我真的不覺得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要配合粉底掃 因為它們好像一隻可以這樣買 但我自己就沒有試過 第四 保濕 你剛剛上粉底的時候 是非常覺得它是一個保濕型粉底 因為它是有一點滋潤感 但不會過分黏黏的 第五點是均勻膚色 均勻膚色 我覺得對於粉底來說 是一個非常基本的要求 當然它是做到的 亦有些粉底是上到臉 一塊塊的 直接是扔掉它的冷工 我也有問過很多不同買了它的觀眾 朋友 其實他們都覺得很好用 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這個感覺 如果你有相反或相同的意見也好 都希望你們留言可以告訴我的觀眾 或者告訴我 是否沒有錯覺 頭三、四個小時其實都不多覺得 但開始到八個小時左右 我回到家就看到自己的臉非常暗 而且很黃 我發現它是抵不住一個長時間在室外環境的充洗 如果你說我平日用它 只是上班、下班全部都是冷氣的地方 比較乾爽的話 反而我覺得它的持妝度是做得不錯的 但很多天我用了這個底妝 然後放高出了街 最近天氣還是比較熱的話 我就發現它在我面頰這些位置 就真的挺不漂亮的 好了 那我現在就對於這支Make Up For Ever的Reboot Foundation 做過一點點的結論 我覺得它是適合比較乾性皮膚的質地去用的 如果你說控油能力 我就覺得它真的比較低了 因為以我的皮膚來說 去到八、九個小時 它都可以霧了所有的毛孔出來 然後變得不漂亮 還有會有反光的效果 我覺得它真的沒有這個控油能力 而第二點要留意 就是關於氧化的問題 如果你說你只留在一個有冷氣的地方 存日 可能七、八個小時的話 它都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出現 但如果你要彈出彈入一些室外、室內 有冷氣、很熱的 不斷轉換環境的話 這支粉底就不太適合了 但到現在我也測試不到 會不會是因為現在的天氣 依然是一個悶熱 而它本身的設計就是為秋冬用 所以才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都會持續再測試它 看看會不會秋涼 或者冬天的時候 它連室外都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表現 這個就是我暫時對它的評論 晚一點晚上我回到家後 會再拍它的效果 看看今天它會不會再有溶妝的情況 讓大家看到它的浮沙 很噁心的那種溶妝效果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評論 記得按LIKE我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有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是六的下午三點 逢星是日的下午十二點 好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 現在的時間大約是九點四左右 即是說 距離我上底妝已經過了六個小時左右 你會看到 其實今天我不覺得它很氧化 可能又未至於去到第十個小時 我在戶外的時間也不是很多 大約是兩三個小時左右 其實近鏡很明顯 看到很多地方都已經犯了油光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其實它的妝脫得很厲害 還有 其實我本身沒有毛孔的問題 但它的毛孔是凸起了 然後所有的遮瑕已經脫得七七八八 你會看到它的粉開始慢慢浮出來 然後鼻翼旁邊 下巴已經脫掉了 但是臉部這裡 其實都還可以看到一些妝 只不過它慢慢掉落了 下一次的測試 就會是Bobbi Brown新出的粉底 那個 是我暫時 今年遇到的最愛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下一集的review 我會看到 你會看到 谢谢观看